今年九月即將迎來第十九屆 杭州亞運 各項目選手們都在積極備戰當中 而作為選手們的後盾 體育署也已經針對後勤支援有所規劃 那接下來我們六月 就會開始做總集訓的動作 那這部分我也是拜託國訓中心 還有我們的競技組的同仁 針對我們的教練選手的部分 他們的體的需求 能夠儘速地去滿足他 那當然我們在亞運的部分 就是有這次有幾個營運中心 就是會提供那個飲食跟醫療的部分 那距離比較遠的跆拳道跟角力的場館 還有棒壘球的場館 我們也會設立中繼站 經過實地考察杭州亞運建立的六個選手村 預計要在今年九月十六號開放入村 透過組團單位考察與當地的台商協助 以選手們為主要考量 希望能夠讓他們安心比賽 無後顧之憂 另外針對明年的巴黎奧運 體育署也有所計畫 雖然還有將近一年的籌備時間 但籌備會代表也積極了解 賽會的各項規劃 不管是亞運 奧運或實施大運等 大型國際綜合性的賽事 體育署都會時序做好後勤 準備成為選手們最堅強的後盾 我來去台採訪報導 我來去台採訪報導